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Work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用实力来讲解CQ优化的一些基本原则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已经建好的一张表Test Test表呢,我在里面插入了100万条记录 我们可以看一下 按照ID的声序的话呢 是从1到100万 好,1到100万 Lam都是Cindy12345678910 Adress都是四川程度12345678910 好,A级也是不断的递增 OK,现在呢,我就要用这张表哈 做我们的一个实力表来看一下 CQ优化的第一个基本原则 其实呢,非常简单就是减索引 我们在做查询语句哈 请注意,要提高效率最重要 也是最基础的一环就是创建索引 但是索引创建的多就好吗?肯定不是 之前我在介绍索引的时候已经提过了 我们创建索引就意味着我要创建一张索引表 索引表的话呢,也就意味着我会占用数据库的一些空间 好,占用的空间越多 当然还是会导致整个数据库性能的下降 所以呢,索引我们还是得适当的建 好,要建得刚刚好才可以 那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呃,我这个test的表呢 其实目前为止是没有任何索引 没有组件,没有外件,没有索引 三五哈 OK,接下来呢 呃,我走CQ plus吧 使用这个工具呢 看起来会稍微清晰一点 接下来呢 嗯,set auto trace on 打开自动追踪 同时我还要再做一个设置 set timing on 就是把这个执行时间也给打开 接下来呢 CNAC的新 from test where id等于 60万 OK 执行 执行的时间是60微秒哈 0.0分 0秒.06 060微秒的意思 接下来看一下它的整个执行计划 Table Access 4 这是它的第一步全表查询 第二步查询到了 也就是说一条条比对啊 直到找到了 id等于60万 这条记录 好 最后在CNAC的statement把它显示出来 注意一下 它这个地方有一个6514 constant gets啊 连续性的这样一个读取 接下来的话呢 我做什么呢 创建一个索引 idx if on test表的id列 好 创建成功 创建完索引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这句 CQ语句的执行 CNAC的新 from test where id等于60万 看一下它的执行计划 已经完全不像 刚才的这样一个执行计划了哈 OK 执行计划的话呢 首先 它使用的是index RangeScan 也就是说 首先会扫描 所以 我在id列上 建了一个所以 也就意味着 实际上 索引表上 存储的就是id的值和它对应的那一行 roid所在的地址 扫描 索引表 找到id等于60万的那条记录的roid 紧接着根据roid的下标去访问表的数据 最后找到了60万所对应的那条数据之后 用selectstatement将最后的结果显示出来 接下来看一下统计信息 尤其是这个constant gets 瞬间从600多降到了5 OK 很明显 这个效率是在提升状态 如果这个时候我把它变成了70万 它的速度也会非常快 非常快 我们现在判定它读取的速度快 完全是在看constantgets 就数据一致性读 要操作的数据块有多少 这里只需要操作5 一旦 我去dropindexscort.idx1 好 报错是因为x1不存在 应该是叫x 所以删除之后 我再去查询70万的 你会看到这个数据一致性读 花费了6514这个连续一致读的这样一个数量 OK 也就是说在这一看 有索引跟没索引 它的性能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 好的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个式的演示 创建索引和没有索引 对数据查询的性能影响 有索引就意味着我先从索引表中查到啊 我这个索引所对应的肉id 然后直接去找肉id 直接定位 那没有索引呢 我可能就会全表查询一条记录 一条记录的比对 很明显 有索引的话 我的查询速度会快很多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建立索引常用的一些规则 哇塞 非常多 第一个 表的主件和外件必须有索引 第二 如果一张表的数据量超过300条记录 那么它就应该有索引 第三 经常与其他表进行连接的表 在连接字段上也应该建立索引 第四 经常出现在well字句中的字段 特别是大表的字段 也应该建立索引 但如果不是经常出现的 我觉得都不需要建 好 第五 索引应该建在选择性高的字段上 应该建在小字段 对于大的文本字段 甚至超长字段 不要建索引 为什么呢 因为我存储大的文本字段 和它的索引索对的地址 肯定要比小字段 用的这种数据空间要大得多 好 第七 还有符合索引的创建 一定要慎重慎重 尽量考虑单字段 代替索引 好 第八 频繁进行数据库操作的表 数据操作的表 不要建太多的索引 建太多的索引 反而会出问题 第九 删除无用的索引 避免对执行计划造成负面影响 有时候索引建多了 反而还乱了 好 这就是建立索引常用的一些规则 那么我们本次课也就结束了 下次可 再见